虽然牵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一直并称 但无论是从剧情上还是从人物设计上 暗本老师明显地偏爱宇智波一族 而宇智波一族也是火影中无可争议的人气最高的一族 他对宇智波一族偏爱到什么地步呢 有一点最为明显 就是他把日本神话中的各种名次通通地给了宇智波一族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宇智波一族中的哪些招式来自于日本神话 第一个伊耶奈奇 这是火影中的顶级外卦 公式书中的设定式 只需极为短暂的时间 就能将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不利因素转化为梦境 而且还能将一切的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 简单地说 在开启伊耶奈奇的这段时间里 失术者可以不死不灭 堪称是梦境化为现实 而在这段时间内给对手造成的攻击却都是真实存在的 六道仙人曾经用这个术创造了世间万物和九大伍兽 所以这个术也被代土称作创世之术 但效果如此强的术也是有代价的 除了六道仙人之外 宇治波异族的人使用伊耶奈奇的代价就是一只血龙眼永久使命 火影中使用过伊耶奈奇的宇治波族人非常多 包括宇治波班 宇治波带土 还有又在讲述伊耶奈美时的众多宇治波族人 当然还包括非宇治波族人的团葬 而在日本神话中 伊耶奈奇是副神 他的妻子就是伊耶奈美 他们二人生下了日本神话中的诸多神灵 可以说伊耶奈奇是日本神话中最重要的神灵之一 出现在日本神话的各个角落 第二个伊耶奈美 在火影中 伊耶奈美是决定命运的术 最初是用来专门克制伊耶奈奇的 宇治书中将其形容为 如果不能认清自己的人就会永远沉浸在幻术中 只要中招就会陷入无尽的循环之中 宇治书中还标明此忍术无法被破解 只有中招者承认施术者的目的时才会自动解除 也因此中术后摆脱无限循环的人者的心智都发生了改变 此术和伊耶奈奇一样的代价都是一只血龙眼永远失去光明 火影中使用过这个术的是宇治波幼和宇治波智 在日本神话中 刚才说过伊耶奈美是伊耶奈奇的妻子 也是日本神话中的母神 也被称作黄泉污秽之女神 日本神话中的很多神明都是她与丈夫伊耶奈奇的害 传说伊耶奈美在生火之家具土神时 被家具土命烧伤 之后就卧床不起病死了 而在火影主线剧情中使用过伊耶奈美的只有宇治波幼 使用家具土命的则是佐助 这也对应了又会死在佐助的手里 第三个天照 天照被称作最强的火盾 号称燃烧至目标完全烧尽才会自行吸引 在公式书中被称作是最强的物理攻击 不过它的实际表现大家都是知道的 截至火影完结一个真正的人头都没拿到过 只烧死过几个白绝 在火影正统剧情中使用过此处的 宇和佐助俩兄弟 动漫剧情中鹰陀罗也使用过 在日本神话中 天照神是伊耶奈奇从黄泉归来时清洗脱眼所化 天照被称作天照大神或天照大御神 她是日本神话中最核心的女神 也就是太阳女神 日本皇室以天照大神为祖先 也是日本神道教的主神 第四个阅读 在火影中阅读是幼的专属技能 公式书中将其称作最强幻术 在阅读发动时 只需要目光相对 对方就会出现在未知的意识节 在那个世界中 一切的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地理位置 都被施术者也就是与之波又控制 中招者一般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卡卡西和佐助因子都在医院躺了好久 在日本神话中阅读是伊耶纳奇之子 是伊耶纳奇和伊耶纳没吵架后 从黄泉归来时清洗右眼所化 和天照对应 是掌管黑夜的神明 第五个须左能呼 须左能呼是与之波一族的人 开启双万花筒才能获得的铜树 公式书中也将其称作最强铜树 本质其实就是化成人形的 查克拉包裹著施术成 堪称是绝对防御 而且每个须左能呼都有其专属的武器 在进攻上的能力也是极其强大的 当然须左能呼是可以进化的 完成体式双翅乌天狗的形态 在日本神话中须左能呼也被称作须左之男 是伊耶纳奇从黄泉归来时洗鼻子时出现的神明 须左之男性格多变 是乱暴之神 也被称作是破坏神 但他也十分阴运 最出名的事迹就是斩杀了八旗大蛇 还从其尾部拿到了天丛宁剑 也就是草之剑 而在火影中暗本老师复刻了这一事迹 让羽之波用须左能呼斩杀了开着八旗之树的大蛇丸 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来 不管是天照 阅读还是须左能呼 一开始都是羽之波又的专属能力 因为天照 阅读和须左之男是日本神话中最出名的三个神明 也是清姐弟 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 只要是双眼觉醒万花筒的羽之波族人 都有了须左能呼 第六个家具土命 左珠的左眼能力是天照 右眼的能力则是控制天照形态变化的家具土命 可以说家具土命就是天照的强化版 左珠将这个能力开发到了极致 堪称攻防一体 在日本神话中 家具土命是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的最后一个海 刚才也提过 伊耶纳美因为生家具土命而死 伊耶纳奇一怒之下用十拳剑砍死了家具土命 第七个神威 这是卡卡西和带土的万花筒能力 是一种堪称bug的式空间人数 本质是将自己或其他物体从现实空间到一空间进行转移 注意这种转移是相互的 并不是单向的 而且带土和卡卡西的能力本质上完全相同 两人完全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 只是两人在修炼过程中的重点不同 才在使用上看似有着巨大差异 在日本神话中 神威并没有特定的知某个神明 而是神威本身就有神明的意思 在北海道还有很多山被命名为神威月 但究竟哪座山才是神威月至今没有定义 此外日本还有一个与卡卡西有关的神话 当初阅读大神在高天元时 曾经措手斩杀五谷之神 而五谷之神在日语中就是卡卡西的意思 是放在田间为了保护鸟却侵扰的神 这个故事也被暗本老师加入到了火影的剧情中 代表阅读神的又在木叶打败卡卡西 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 不过因为两人的人气都太高 而且当时处于连载的早期 所以又并没有杀死卡卡西 第八个别天神 别天神是与之波止水的独有幻术 公事书中将这个术描述成 可以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入侵对方大马 毫无痕迹地修改对方的意志 甚至官方都称此术是让施术者看到的人 都成为他的伪连 别天神的设定为何如此之高呢 这和日本神话也有关 因为别天神是日本神话中的创世神的总称 是第一代神 第一代神共五位 而且皆无性灵 身体形成后级隐居 像伊耶那奇伊耶那梅等都是第二代神 除他们俩之外也都基本隐居了 在火影中别天神代表之水 伊耶那梅代表又 这也暗合了神话中第一代神是第二代神引路人的海 第九个石拳剑 这是又须左能乎所带的无实体灵器 在原作中出现过两次 分别封印了大蛇丸和长门 在日本神话中 石拳剑是伊耶那奇的配剑 由这把剑也诞生过不少天神 是世界上所有剑的始祖 其后须左之男还拿石拳剑斩杀过八旗大蛇 注意在日本神话中石拳剑有时候是泛指 并不是仅有一把 第十天首例 这是左助轮回眼的特有能力 在特定范围内 施术者可以跟施术者查克拉接触过的物体进行位置交换 其实这个和查克拉接触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标记 类似于飞雷神 在日本神话中天首例是大力神 相传当年须左之男住在高天园 但因其暴躁的性格动不动就要搞破坏 比如践踏田地等 久而久之天照大神就受不了他这个弟弟 但又撵不走他 于是他把自己关到了天炎户中 这让整个世界陷入黑暗 没办法众神只能在天炎户外再割再割 想把天照大神吸引出来 结果天照大神听到外面的声音果然好奇 就将天炎户开了一道缝偷看 而天守力神趁机就将他拉了出来 从此光明重现人间 第十一个八尺穷勾玉 八尺穷勾玉是须左能乎能使用的远距离攻击人数 斑和右的须左都使用过此数 是形状类似于血轮眼文样的巨大勾玉 能抛出去攻击远处的目标 而在游戏中 每个拥有须左能乎技能的人者都能使用此数 日本神话中的八尺穷勾玉是日本的三神器之名 目前由东京的皇室保存 外人不得参观 第十二个 右的乌鸦分身 我们印象中的乌鸦是不祥的象征 而在日本则代表的是超度亡灵 此外右把别天神放到了乌鸦身上 带有别天神的乌鸦先是意外地解除了右身上的汇图转身 这是第一层超度亡灵 让象征着乌鸦的右打败钥匙都解除了汇图转身 被召唤到战场上的亡灵们得到了解放 这是第二层超度亡灵 所以岸本老师把乌鸦分身这个能力安排到右的身上 也是给了右独一无二的地位 我们能看到宇智波异族万花筒的能力名称都是来自于日本神话 其中又更是几乎把主要神话人物占权了 能看出来岸本老师对右的偏爱 此外和宇智波异族有关的能力中 仅有一个没有神话背景 那就是班的轮木编语 我查了很多资料 都没有找到轮木编语的来源 可能就是岸本老师随手编的名词 而除了宇智波异族的招式和日本神话大量相关之外 其实灰叶使用的诸多能力也大多来自于神话 像黄泉笔梁版的 但这个和宇智波异族没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 好了 关于宇智波异族与日本神话的关系 今天就说到这儿 拜拜